在沈阳有一个空达净土发门 说是在斗帅宫前院开辟一块净土 是古往经来 特别开的一次天门 拜老法师叫空达世地 或者是空达弥陀 他借用人的神识说 念阿弥陀佛孝敬父母 无戒时善身心因果 临终时老法师借到斗帅宫前院 弟子玉顿无法辨别 秦老法师开誓 这个事情我没听说 佛经山也没这个说法 佛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 一了一不一不了一 一一不一语 一智不一识 这讲得很清楚 这个佛经里头没有的 我们放在一边 为什么不学阿弥陀佛经呢 为什么不学无量寿经呢 这是正宗的 几千年来世世代代 祖师大的沉船 你搞一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 那就麻烦了 他们怎么做法 那是他的应援 我要收我的本分 我所依靠的《无量寿经》 是夏连居居士的汇集本 千些年来反对的人非常之多 无论什么人反对 影响不了我 为什么呢 老师传给我的 李炳南老居士传给我的 我相信老师 如果别人说了 我就把这个汇集本放弃了 跟着别人走了 这叫被识判道 我还得担负这样的一个罪名 这些都不能够不懂 老师你不相信他 你可以不跟他学 你跟他学 那你就得相信他 他把你往哪里带 是他的因果责任 那么你要能够避免走错路 那这就要问了 我跟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他跟谁学的 谁传给他的 几代摸清楚了 这就明了了 就不会怀疑了 李老师的净土 是跟硬光老法师学的 硬光老法师 现在大家都承认是净土中第十代 十三代祖师 那这就没有问题了 他不是自己编造的 不是这个 没有根底的承传 在佛门里 一代一代祖师 都能够追上去的 追到最后 全是释迦摩尼佛传的 这就能够追到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